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南篮 那么知道中国南篮在目前在宁波积极的备战训练 两天之后将会赶赴日本备战即将在那里开展的十一赛的比赛 当然这两场与日本队的十一赛的比赛难度并不是特别大 也看得出来中国队相对是比较重视的 像郭爱伦啊赵瑞啊这些很久都没有能够参加国家队比赛的球员 目前也正在国家队当中也很有可能会跟随球队前往日本 那么两场胜利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那么在出征之前啊 这个中国南篮是进行了一个这种国内类似于像座谈会一样 这种世事大会啊 每个队员都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 那这其中有三名群员的发言是比较引人关注的 分别是郭爱伦周琪以及赵瑞啊 那三个人的发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 就是都各自向这个球队进行了道歉 那赵瑞的道歉大家应该是很明确了 就是当年南篮世界背上穿着美国队服啊 出来结果出现在公众场合 引起了球迷的不满 最终也是被虽然没有说是被官方确定为禁赛啊 但是连续两年以他的水平进不了 国家队肯定就是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吧 他也表示作为这个篮球的中国男篮的公众人物啊 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而且在不少跟队的记者也表示啊 此次赵瑞对于这个穿着穿戴啊 很多细节方面抠的是非常的死啊 就是生怕再犯类似的错误 多到少少有点卑躬失影的感觉 而周琪和郭艾伦的道歉则是基于此前参加的一道脱口秀里的节目啊 那个节目当时是只因为是分上下两集的嘛 只播了上集 但是播完上集之后是引起了中国男篮球迷的极大的不适和反感 甚至是引发了蓝谈和租谈的这种 公众的一种讨论和对抗啊 所以说是引起的社会反响也不是特别的好 那两个人也表示啊 日后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啊 第一会去减少参加综艺节目的量 第二的话会相对顾及一下整个中国男篮的形象啊 尽量的对得起自己穿的这身对服啊 应该说这三个大核心啊 赵瑞过艾伦是后卫先生的绝对核心 正常来看的话 以实力来排的话 这两个人就是主力啊 周琪呢就更不用说了 目前中国男篮内线绝对的支柱型的人物 所以说他们三个人的这番表态吧 也能够看得出来 国家队目前说除了对于整个球队的成绩比较重视之外 对于球队的形象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也希望不仅是郭艾伦周琪和赵瑞这三名全员吧 那其余的球员对吧 只要是说代表国家队的 代表中国男篮去参加国际比赛 就能够维护好自身的形象 除了表现出积极拼搏的精神之外的话呢 在这种形象宣传方面的话呢 也能够为中国男篮增光天才 会险子派的民谣 新的华